- 面对着这样的市况,其实有什么股份可以留意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建筑国际可以去看的,其实也出得很厉害。 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呢?正如刚才的视频就说过,我觉得基建类和建筑类的部分,其实在未来的时间应该相对上是在營运环境和会受到资金追捧的情况相对上是比较好的。 再加上其实它公布了业绩,亦都叫做挺英俊,上半年的收入其实增长了三成,股东正利亦都增长了21%。 再看其实它的新签合笼,其实它增长了超过四成,你记得它整体那个业务的营运情况其实是向好。 好,再加上我看它下半年,其实很多不同的新增的项目应该会陆陆续续上码。 在这样的市况环境之下,我觉得其实建筑股,特别是中国建筑国际,可以去留意。 如果是策略部署方面,可以考虑现价或者低一点,去买入。 上网7元或者是在楼上。 那么,短线指舍的策略,要看着两个位置。 如果你真是很害怕,很害怕的,是希望保守一点点。 那看着5.6,就是失这个升轨的话, 因为短期就走了。 如果不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防守力强一点的话, 那可以定在5.3。 如果失了5.3的话,你才考虑去指舍。